一格貨櫃車在屯赤隧道 龍虎路回旋處翻側 司機受傷 整格貨櫃車翻側上了行人路 旁邊的燈柱被壓路歪了 車頭的擋風玻璃碎裂 地上面流了大量的泥沙 現場是剛剛在星期一通車的 屯門至赤立角隧道 屯門出入口的龍虎路回旋處 近中52點 那格貨櫃車轉彎的時候失控翻側 司機被困要由消防員救出 隧道出回旋處的一段路要改為單前行車